作業,然後畫的是變形蟲 我都參考之後都丟上去 然後畫得很精緻 然後這個用的是今天我教的接板方式 這接板方式 業界常用 他就是20公分 20公分 看他20,20 然後你把他斜對角切一半 然後一個寫A 比如說這是A,這是B 他總共有三種接板方式,只要能夠把圖案切起來 假設我畫變形蟲,我先畫輪廓 先大概夠一下 我是隨便夠的 有大有小 假設我第一個構圖是這樣 這是第一 這是 這是 但是我要剪,所以我的構圖假設是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要接板嘛 這是第一種接板 然後仔細看 這邊 A不要動 A不要動 這是A,這是B 然後B這樣下來 看到A不要動 這是第二種接板 有沒有看到 A不動,動B 好,你看這樣這邊很空 有沒有看到這邊就 這樣這邊就很空 到這邊開始加圖案 你不要這樣突然畫一整排喔 你不要這樣突然畫一整排喔 那個是不行的 要很火的 好,這會畫小的東西 好,這樣又是一個接板 好,這樣又是一個接板 好,然後第三個啊 A不要動,動B 好,然後第三個啊 好,這第三個啊 好,你就看到這邊又開始空了 好,你就看到這邊又開始空了 好,再畫一下 好,再畫一下 然後最後 這樣又看懂 A都沒動 最後再回來 回到第一步走 A不要動動B 這就是完整的接板 再看一次喔